在训练课程中 主要的核心就是 先在工作坊当中介绍你自己 和介绍这个工作坊 今天所会学到的课程是什么 学生来参加这个工作坊 会从我的工作坊中学到什么事情 然后要设定目标 这个工作坊的目标是什么 是比较属于 属于博士班学生的呢 还是属于学校的教职员工 那在这个工作坊内 你希望传达的目的是什么 这些学生的的工作坊 就像在课程中 和课程中学生的旅程中 给大家加上 还有比辞高联系的 拿到學校的獎學金500磅 然後用這個500磅來組織一場washer 就是工作坊 那首先我想說的 這500磅並不是進入我的口袋 而我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沒有賺到任何錢 反而是自己又套腰包覆了一些錢 那為什麼我必須先說這件事 因為當我拿到這個獎學金的時候 周圍的人就說 文希你賺錢了 你有收入了 這是一筆500磅大概 台幣2萬塊的收入 那你要把這個錢拿來做什麼 怎樣怎樣 我想說其實這錢並沒有進入我的口袋 而是錢分配給講師的費用 場地的費用 還有主要對我來說最shock的 最意外的是這個食物的費用 我從來不知道原來舉辦一個工作坊 這些咖啡、茶、水、甜點 甜點並不是我們所說的蛋糕或什麼 而是就是biscuit 就是餅乾這種東西原來消費這麼高 過了兩年之後 重新看到我做工作坊的這些paper 還有feedback嘛 就是回饋 然後我重新的思考 我自己是否有能力去 組織一個工作坊 就是一個washroom 然後可以提供大家免費學習的機會 目前對我來說是有難度的 因為我不知道去哪裡找這個500磅 500磅用的金額主要在租場地 講師的費用、講師的交通費 然後還有當天的茶點 茶點然後的費用 那茶點就是只是水、咖啡、茶 然後點心就是只是餅乾 這樣的消費 這樣子居然會花到500磅 所以我覺得 讓我更加知道我自己可能 需要重新思考 辦一個工作坊的意義 還有我資金的來源 因為像在這場拿到獎學金的工作坊當中 我自己還掏腰包付了一些錢 例如說我自己的交通費 然後我準備這些材料的錢 然後紙張的錢 再來是 我後來才知道原來付講師費用 也不是從我的戶頭 付出去 而是從學校的戶頭 轉給講師 那這個過程有可能會到三個月 所以其實對講師來講也是蠻 蠻有挑戰性的 因為畢竟三個月後才能給他們薪水 對他們來說 我覺得非常的 呃 不是很公平 那我自己也覺得非常 對他們感到非常的抱歉 因為其中一個講師是我的指導教授 那另外一個是我 我的博士班念書的同學 那我真的覺得很對不起他們 給人家欠錢欠了三個月左右 那為什麼要拍這支影片呢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念博士班之後就會賺大錢 那也許會覺得我一個月的薪水就是 兩三千英鎊 六十幾萬台幣 但真實的生活當中 念PhD之後要賺大錢 可能是有人真的賺到大錢 但對我目前而言 我不是畢業兩年後 我的確沒有賺了大錢 我的生活還是維持在Edge 就是在邊緣的狀態 那我拍這些影片 是希望告訴想念博士班的同學 不要因為錢而來念博士班 是為了自己的夢想或是自我挑戰而來念博士班 不然不然念到最後會越念越心寒 或是當你念完博士班之後 慢慢的接觸這個社會 其實在念的過程當中當然已經接觸了社會 因為做研究的過程 離開學校做什麼事情 就是進入這個社會 你會發現其實沒有足夠的資金 連一個工作坊都沒有辦法去組織起來 連要找五百磅都找不到錢 有很多好的idea 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願意 support 都願意贊助這樣的計畫 即使有很好的點子 也許這支影片並沒有像其他影片 那麼的歡樂或是正向 但是因為我覺得沒有一個人可以每天活得非常的陽光 總是會面對生活中一些難以解釋 或是生活當中不知道怎麼回應的事情 那像辦這個工作坊到現在是2018年辦的 那到現在已經2022年了 過了兩年我才決定拍這個影片 是因為我覺得這兩年來我一直在思考 這個工作坊到底給我人生什麼樣的改變 或是幫助我人生什麼 或是讓我理解了什麼事情 讓我更加的進步或是讓我多何 去看待事情 那我最後覺得這工作坊是讓我更加知道 我其實並不適合在學術圈內工作 我需要的是一個比較獨立的空間 然後我可以有自己的找到資金的方式 然後我一直做我自己想做研究 因為在學校的體系內 每一樣事情都要符合規則 依照行政體系 那其實這樣的體系 目前並不適合我個人的特質 也不適合我生活的方式 那希望我之後有更大的勇氣 來拍另外一支影片的內容是 我在英國學術圈工作兩年 沒有薪水的那兩年 我到底是怎麼度過的 我的心路歷程 那為什麼那兩年改變了我想進學術圈的心 而讓我決定更加的走上陶瓷藝術創作這條路 那我現在還沒有勇氣去拍那支影片 因為兩年來完全沒有薪水的老師工作 應該對我人生來說是一件非常挑戰的事情 那我還需要勇氣去拍那支影片 因為每次一拍我就想要哭 其實並沒有辦法幫忙到看片子的你們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情緒更穩定一點 即使過這麼長的時間 想起那兩年沒有薪水的工作 還是在邊寫告辭的過程當中邊寫邊哭 所以我覺得我好像沒有能力去分享那支影片 等我準備好再和大家分享 我在學術圈面對到的困難 和為什麼我後來決定離開學術圈 暫時離開學術圈 我不知道以後會怎樣 但是至少在現階段 我不會再踏入學術圈 那我希望這支影片可以給大家一些些的啟發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歡迎留言給我 然後你的留言對我來說是我做影片 滿大的動力 因為我也不知道誰看了這影片 或是這影片真正對你們有幫助嗎 那謝謝你的收看 See you next time Stay well, stay safe 拜拜